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稍后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 2013即使经济好转 但是整个的台湾的这个信心已经是萧条难回 是不是如此 那么同时马英九总统所谓拼改革拼历史地位 就拼到最后比贪污的阿扁总统的民调还低 那么台湾是不是在未来改革会绝机 同时马总统历史改革的定位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那么稍后我们一开始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么欧巴马在今天我们台湾的这个时间 今天午夜那么就任他的第二任总统 同时他也在寻求他的历史定位 跟马英九总统在这个去年联任之后是不约而同 但是能不能这个成功 或者是无论是美国总统或者是我们的总统 在寻求历史定位的共同的一个特色 不怕得罪选民 我们稍后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为各位介绍我们的现场 有民党发言人林俊仙先生欢迎到我们现场来 还有钟书翰教授欢迎 谢龙介先生欢迎 那么另外有董志生贤邱怡教授 还有沈富雄先生 我们先看一下欧巴马的这个在今天 台北时间凌晨的一个二任 美国总统欧巴马第一任任期到1月20号中午结束 他周日先在家人陪伴下在白宫举行简单的就职仪式 小女儿杀下开玩笑称赞爸爸 而副总统拜登在出席一场就职晚会时 可是差点搞砸了 拜登不小心称自己总统 引来哄堂大笑 在白宫就职仪式上 第一夫人密雪儿一席 coach身蓝色洋装相当强烈 大女儿玛利亚则配合妈妈 穿上亮蓝色洋装 但被眼尖媒体发现 这是就衣新穿 跟去年出席民主党拳戴会穿的是同一件 玛利亚这次只是在里头 加上一件黑色长袖 出席晚会活动 密雪儿换上美国时装设计师 Michael Kors的黑色无袖亮片洋装 就职大典前夕 密雪儿还特别换了新发型 我爱Michelle Obama 而来对这周期的最重要的事 我爱她的帽子 在就职大典上 密雪儿又要穿谁设计的衣服呢 外界推测 四年前就职晚会 密雪儿穿台裔设计师 吴季刚的白色洋装 这回吴季刚的衣服 还是热门选项之一 其实这一次欧巴马就职 典礼不如四年前的盛大 估计大约是有八十万人 来华府参加官礼 那比上次四年前是少了一百万人 尽管就职典礼规模缩水 但还是起来流行天后 碧昂斯献唱国歌表演名单上 还有一项狠挺欧巴马的女神卡卡 跟史蒂夫汪达 相当令人期待 TVB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回来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陶新闻您来做这个判断 欧巴马这已经是 也等于是公开的宣布 说要拼他的历史定位 那么美国的 怎么拼历史定位 我们了解今天 台湾的这个午夜的时候 欧巴马可能要 就他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 强调的是包括了 美国的这个传统价值 跟这个美国 那么朝野的 是不是能够停止纷争 那么同时 重扬美国国威 跟重建 这个美国的这个 价值 美国的一些价值的这个标准 但是重点是在于 你看无论是欧巴马 或者是马英九总统 在第二任的时候 都寻求历史定位 寻求历史定位的一个前提 我不在乎 选民现在怎么看 因为我已经没有 这个选举的这种压力了 马英九总统是一个理想性很高的人 他在连任之后 他当然想 我不争一时 我先争千秋 台湾其实有很多过去的乘客顾籍 因为汇籍记忆 或者为了讨好民众 为了媚俗 或者为了选票的考量 所以始终没有办法 去大刀阔斧的去改 马英九总统当时是觉得 他应该做一个 争历史定位的 争千秋 都不争一时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他上来之后陆续推了许多的改革 但是台湾的民主政治 毕竟没有像美国这么样的成熟 而且马英九总统可能急了一点 他在推出改革的时候 那个节奏太快了 也就是说同时推出的改革太接近了 使得每一项改革里面 得力者不说话 受害者就一个一个集结 这受害者集结之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上的氛围 再加上台湾的媒体喜欢报道负变消息 而在野党本身又抓住了这个机会 全力的去攻击 就产生了一种社会里面的反马 批马的一个社会的情绪 所以这是对马英九总统非常不利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平心而论的话 马英九总统从连任以来 一连串的改革其实都是必要的 都是具有高度理想性的 如果不改 那将来台湾一样要面对这个问题 不过在这个民主政治里面 大家如果看就是欧巴马马上进行的 所谓也追求历史定位 不怕再得罪这个选民 其实讲穿了 就是你当你有选票的压力的时候 那么做很多 不一定是对你自己的国家是有利的 这点情况是不是很清楚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总统都一样 他接受这么大的这种 People Mandate 一定要追求历史定位 尤其第二任的时候 第二任他没有宣传压力的时候 他更要如此 这是各国揭然 那么欧巴马跟马英九很不一样 其实欧巴马所展现的这种能耐 在美国人是肯定的 你看他第二任现在开始 他的声望仍然相当高 都是超过百分之五十几的 这样的一个声望 可是马英九 他干了这样的第一年 就是连任了这种第一年 所连串的这样子 使他的民调到13% 这已经是完完全全 不能用说什么政治困难 国内的媒体环境怎么样 不是 这个已经人耐 已经是高下力判 欧巴马是一个很有人耐的人 我觉得不能把马英九 来跟欧巴马来相比 整个国情也不一样 对 国情当然也不一样 那么马英九判了什么错 其实你看欧巴马 即便是第一任 你说他有一些选举的这种考量 可是他整个施政的逻辑非常清楚 他向左转就向左转 他说他的经济发展 是要以增进就业为主的经济发展 然后他要对富人来征税 然后他要reduce这种 然后他要做健保 健保尤其是在美国是个不得了的事情 在第一任就做了 那个阻力是非常非常大 甚至有人已经叫他socialism了 他还是坚持他这个目标去做 但是马英九点加的感觉说 他在改革的理念上面 东倒西歪左支右支 然后在整个党政的运作 他好像这个府院党个行歧视 不知道在干什么 然后他好像在一个 他好像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还当起这种评论员来 我们看他很多的这种改革 那我再举一个 他整个最不合理的事情就是说 我说的逻辑一贯性是这样 假如你认为财富重分配 social justice这个很重要 那你为什么以前要把这个移政税 把它放宽 回来这个现场 整个这个逻辑一下是打架的 这点请教陈不求先生 那么所有的这个问题 你只要说这个牵涉到这种改革的 人民的这个不愉快 那么都是马英九的错 我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所有的民主国家 宪法规定总统连选得连任一次的 到了第二任 当然嘴巴有没有讲 心里头当然想要有历史定位 这谁也许是人类很自私的 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坐下来八年 历史如果没有给我几笔 而且我如果历史上的排名 太落后的话 我也自己对不起自己 所以这种想要有历史定位 是人情之常 那欧巴马的困境 我觉得是非常大 因为什么呢 他是内外交间 外交也不行 内政你说那个破产 你刚才这个开场白讲到破产 我认为破产是不会的 他只要把那个 取债上线债忘题 但是就是把债务往后代去推 但是他面对的 比如说武器管制 比如说全民健保 这些东西在野党 都不会轻易放过他 所以我觉得总结论 欧巴马要在历史上 变为一个很耀眼的总统 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坏总统 但是在所有历史上排名下来 他当然输小罗斯福 输林肯输华盛顿 恐怕他也会排名在雷根 跟克林顿的后面 但是讲到马英九 我劝民进党的人 不要小看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到现在为止是很差 而且你看他在2008年5月就任 我8月就讲说 是呀 怎么你的内阁 是一群不会做事的好人呢 所以我那时候才讲说 要抢救英九大兵 4年半以后还在抢救英九大兵 但是我认为我听进去了 陈昌文律师讲的话 这是万中取一笨中之笨 也就是因为这个个性 他会完成一些 没有其他总统敢做的事情 也就是我讲的军工教劳保 会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会企他一笔的 而且这个过了以后 我认为在他的任期届满之前 马英九起码还会再完成两样事情 所以这个跟原先大家的情况说 他在历史与民是在海峡两岸的议题 会两岸会和平 甚至拿到诺贝尔和平奖金 这个都不会 我觉得两岸情势的更进一步突破 由不得他 老共也不会给他机会 但是他如果在历史上 做一些其他的总统不敢做的事情 会在国内的议题上面 但是民众 您的意思是说 民众现在没有感觉 因为有直接的这种关联 影响到自己的荷包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利益 但是往后 马上有感觉的东西 不会历史与民 民众没有感觉 不是马英九刚上任的 他已经当了五年的 快要五年的总统了 要追求历史定位 当然会放在心里 可是你如果太想要建立历史定位 事情一定做不好 改革不是那么简单 改革不是改变就是改革 改革你要有个目标 你要有中心思想 你要有方法 有步骤 要有能力 否则那个不是改革 那个是乱搞 健保补装保费这个算改革吗 那个半套的正所税 那个算改革吗 油电双掌这个改革吗 政府组织改造 越改越大 人员越改越多 马英九有处理党产吗 他处理的每一笔党产买卖都出问题了 马英九兼任党主席 他提名的候选人 已经有40位 因为买票判刑确定了 还有15位在法院审判当中了 他旁边的那些兄弟当县市长的 一个一个出问题 台湾有修改 他有想要修改阳光法案吗 刚沈丁师提到 说那个年金改革 坦白讲民进党也期待 马英九能够排除压力 他说一月底要拿出来 那请你拿出来 因为这个牵扯到每一个人 下个礼拜三 对 我们就来看看 但是我看一点我就没有信心 他说他已经办了 100多场的工厅会了 这些工厅会 坦白讲都是应付式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他自己办的 不是行政院办的 那个是县市政府自己办的 他请个县市政府帮他办 然后他把他计算进来 然后比如说劳工局请劳工来 市政府人事处请公务人员来 警察局请警察来 然后讨论自己的年金福利 你请利害关系人 来讨论自己的福利怎么改 那怎么可能会有结论 怎么可能大家会同意 每个人都希望保护 拿越多的福利越好 对不对 这种也算是讨论会吗 那不是嘛 我没有信心 我认为啦 因为人民已经给他机会了 已经给他四年多了 改革是不简单嘛 刚才准言说的 改革不能用水公的嘛 当然不简单啦 所以民进党八年不敢改啊 他之前八年都不敢改 所以条件放下到现在 改革本来就是偏体任性 你才会知道说欧巴马 欧巴马四年他不会偏体任性 台湾我有句说句 水不含 无意地上败 水不然 无意地根主 要改革 你就是要有不立好客 圆滴好主的决心 你就是民地三有好 偏向好三行 民旗知道来的去用台 民旗知道去的去有好家企 但马英旗有见点吗 有 是怎样年金丸一带出来讨论 刚才有人说 你二三岁啊 你如果要吹牛公平 二三岁哪里去压降了 二三岁降低 我们收到更多 因为 堵在海外这些好家伙人 他感到台湾的税座正常 所以他把他们在海外的租赛 拿回到台湾啊 这是台湾的税收政家 那么对着劳报 我说过了 劳工以前是无法庄 只有一条钱 一次而已你不能生我 马英旗是怎样要购 购来说你购一顿啦 减购一顿啦 但是你能购到95号 购到你会不好意思 对不对 现在六岗已经变成年金 跟公告令云同样 购到终身奉了呢 公告令云 过去因为台湾较低 所以退休的制度更好 过去平均的收命较低 现在平均的收命较高 所以现在改革一下 大家减购一顿啦 大家如果减购一顿啦 都可以购到95号 我们的减顺就没负担啊 这就是改革 所以今天做的 大家都说对了 很多人评论 民进党的评论 都说他做得对了 但是我看一顿做不行 你如果不要穿黑咖就做得行啊 那减购一顿 为什么台湾没要共共议帝 拿出来讨论嘛 国民党接政 我们年金要怎么改 我也记得 民进党 发言林党他 拜托他的主席 拿出我们民进党希望怎么改 那这样就不一樣 就针对这年金会议 民进党很早就公布了一个 所谓的社会团结模式的年金改革 那民进党当时为什么要求马英九 呼吁他一起来开国事会议 我举个例子 民进党的版本里面 那个计算式都有啦 怎么去计算怎么去改革 那比如说一个重要的数字 像所得替代率 到底是要六十几七十 到底是哪一个数字啦 光这个啦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跟党中央的智库 都要讨论很久 都是同志喔 都是党内要把那个数字定出来 就要很大的各种考量 那更何况你到时候要牵扯到 那么大的所有年金改革 所以开国事会议 就请大家一起来承受压力 欧巴马的财政悬崖 他就是这么解决 他跟共和党就是说 朝鱼两党 先大家做个来看这个问题 是嘛 来报开会开很多就是讨论 国民党请民进党这些官司 叫人来讨论 那不是讨论 那叫开会会议 那没准什么 那也是在讨论 国事会议 国事会议 就是说 当时是在说国事会议 是说油电双掌 在说我们台湾的改革 没有他说年金 当时是说经济 不要开国事会议 是后边 国民党提出年金改革 现在民进改革 变成议题了 他跟说国事会议 是要讨论这个 马总统也有说 他说请卸英文跟索尊昌 你不要总统有大家讨论 如果要说国事会议 可以 你希望国事会议议议什么 你要说明 你不要来 只要说没开就是不对 这样就不是公共议题的讨论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状况就是 如果欧巴马这个总统 面临着美国的这个问题 他要求得历史的改革 朝野在美国几乎已经是 完完全全绝对的对立 远比台湾严重 可是台湾目前 碰到的这样的 这个最后的这种状况 这中间寻求历史定位 谁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 谁能够取得人民的理解 这个说服力 这个非常重要 这问题现在重点卡在这里 当然你可以讲 马航九的说服力不够 尤其他现在民调声望那么低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你看全世界不只欧巴马 欧巴马把那个富人税是35 提高到39.6 这个提高这么高 华国的欧拉欧兰德是 增75%啊 富人税是75% 你都难以想象啊 现在全世界他碰到的情况是一样 就是你敢不敢做 但是我在这里很诚恳的拜托 下一届总统请大家一定要投民进党 但是请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些事情 油店回复原价 油价因为本来是28块嘛 民进党那时候28块 就只要你当选当天就宣布 28块我们要求嘛 就是说我们都支持你啊 会合事 马上做 释放阿扁 又这是最近民进党一再的呼吁 不克正首税 最近苏貞昌跟蔡元文都讲了 正首税不应该克 我希望马上做 然后两岸不直航 又民进党反对到底嘛 禁止大陆观光队来台 民进党没有反对那个董事长 有有有 我等于 民进党没有反对 他不是 退出WHO 民进党随着说加入的 因为他说不是 这个民进党没有反对吗 他在讲当年再来 不是 是啊 退出WHO 你说你现在用那个你不要啊 禁止ECO 全力反对嘛 健保也不补充保卫 我讲下一届大家一定要挺民进党 但是这些请民进党全部要做到 尤其油价 前头观众大家听着 民进党说油价要28块 不能再涨 由国库来负担 请大家一定要支持 现在已经快36块了 连我都撑不起了 请大家一定要挺 但是我们讲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上 要这么多人来做坏人 欧巴马也要做坏人 他要涨 他涨当然会得罪一些人 共和党很多人反对他 欧兰特也反对啊 然后大彼此情圣都要 都要逃到二国去了 所以我看哦 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很多东西 它就是你所有的人 你对于那些改革的 然后你没有给他肯定 那我们今天碰到这种情况 其实事态非常严重 尤其最近的联金改革 每个人都知道联金会发生什么后果 拼改革在台湾这样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引火粉身 其实 改革 但目前为止 不好意思 我说起来 我们在义党的代表 是尽全力在讲马英雄的不是 逼得国民党的代表也要捍卫 我觉得我们这个氛围这样讨论下去 其实违背今天的主题 我觉得董事实生刚才是一种调侃的语气 这所有的民进党以前讲过的话 一笔账总算 也不管说民进党已经改过几次了 但是我认为大家不要小看 比如说这个法国欧兰党要75% 那很多就负年税都在针对性的 那台湾其实空间非常的大 因为台湾过去累积的 对老百姓其实是满宽容的 台湾今天所谓常富渔民的程度 你看民间的除息率 好几兆五兆六兆 国家穷了 政府穷了 其实这里头只要稍微微调一下 所谓改革不需要有很痛的感觉 各空间都很大 只是我现在怪就怪在 国民党这个执政团队四年多了 他的技巧不够好 他的手不够油漏 要不然稍微这里调一下 稍微那一调 我觉得面目马上改观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个还有国民党还有三年多 我觉得马英九除非真的笨大 万中取一的话 他应该渐渐学会 我是感觉说真的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 真的 我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国民党最大的弊端在地方 而不在中央政府 如果像刚才这个陈富雄先生讲说 不要小看这个马英九的这种改革 目前谈这个马总统的这个改革 成败 言之过早 但是我们稍后再回来 也欢迎观众朋友 如果一个马英九总统 这个拼改革 拼到最后比陈水扁 在谈污的这个总统 还有民调低 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会是如何 马英九先生的改革 历史的定位 是不是已经失败了 稍后我们针对这一点 晚上 我们从欧巴马这个第二任连任 就准备拼这个历史的定位 跟马英九总统 虽然这个国情不一样 这个两国的这个民族性也不一样 政局也不一样 可是基本上就是不在这个 怕这个得罪的选民 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做一些这个对的这种事情 问题是不是对的这种方法 不过刚才就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改革 陈富雄先生讲说 别小看马英九总统的改革 目前说谈他的成败 言之过早是不是如此 是 这个改革非常困难 这是举世皆然 但是最需要的一个是什么 是Leadership 带领改革那个人的Leadership 这很不幸的 马英九这五年来 给我们证明的Leadership 是非常糟糕的 他没有说服 也没沟通 包括对自己党内 自己拥有国会的绝对多数 都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寸步难行 然后很多政策推出来是天怒人怨 没有 我常在说 在正所说的改革为什么 到后来民调的支持率 本来蛮高的 后来会降低 就是说整个过程 弄得让大家感觉是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个人 感觉自己是在一个政策里面 得到利益的 哪有这样的改革 当然改革有些人会损失 有些人会得利 但是得利的人是居多 这改革就应该进行下去 可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 每个group都在complain 都觉得这个不对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Leadership出了问题 那这样沈老大 当然是对马英九 是很宽松来对待 他认为他是一个好宽松的 那就是因为笨人 所以会很determine 会很有决心 一直走开 他有决心吗 你看他在魏文金的改革 东倒西歪 一下这样一下弄了 一个 一个魏文金就可以弄了三个月 那才是前菜 魏文金是行政院的这个决定 不是 我要讲一下 其实政治 真的我其实不太赞成 我对很多方面我都赞成沈大奥讲话 这样什么抢救英九大兵 我认为这是在民主社会是个笑话 不 我刚刚重点是 这个社会如果说拿这个陈水扁当初还有这个最差的时候还有18% 那么马英九现在到13% 你说要搞改革到最后比贪污总统还要差 台湾选民对这个台湾的政治领袖的要求标准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当然就马英九来说他为了改革自己民调落到13% 比当年贪污不但自己贪污家族也贪污亲亲也贪污用国家经济贪污的陈水扁还要更低 他当然会觉得很委屈 可是我这里必须要提一提 马英九连任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挑战美牛进口的时候 那时候在野党是用什么方式 你是用理性的方式 用有国际观的方式 用符合国际卫生标准的方式来检验美牛进口的问题 还是采取了一个野蛮的态度 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民进党是霸占主席台 杯葛意识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对美国 即使财政悬崖共和党民主党争持不下的时候 你有见到在野的共和党去霸占主席台去杯葛意识 然后说你要把隔壁换掉我才跟你谈 有这样子的吗 美国如果人头过的话就马上就数人头了 所以你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在野所有在野党都提出来就是说 你假如把这个看成一个trade issue很好 那就讲我们跟美国要换什么 他都没有讲 而且告诉大家就是说没有先决条件 没有时间表 没有什么 在对全民撒谎 你说这种沟通是了得的吗 他假如有好好的沟通 而且当时在野党其实也做了一个很理性的 说假如Codex 其实最后解决的僵局是什么 Codex 我们就followCodex 对 我们不会到这过去了 问题就是 到最后民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认知 民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认知 改革就是这样 马英九总统 他就是没要把政治利益拿出来分配 所以没要把政治利益分配的人 就是内外都要换谈他 过去坦白说 早期的国民党是全民用政治分配 政治利益分配大家订意嘛 民进党接政那八战分配一个更加兴 大善小善 大到八战 小到贪忧 大家都做分配 马总统起来 这第一个改革 要改革就是成统治政治利益分配 他做得了 这没有政治利益分配 大家万谈嘛 七七的万谈 不只是这是政治人物 刚才有人说 改革那么多 都没人订意 有两种人订意 第一 台湾跌尼 台湾变不倒 会倒变不倒 第二 我们的政策跌尼 还没跌尼 我们多叫一声 减一声 是哪有什么跌尼 你让你的政策和我的政策跌尼 我们如果不改 他们免二十年三十年 他们倒不下去 这怎么不是有人跌尼 当然 你如果说要改革我们这台民传 大家跌尼 你和我来跌尼 我们的政策就温死了 所以这改革你在看现代 你如果说他做了一条 我看马总统缩退出的改革 民政党没有一条 说这条会做一条 大家都反对这是他的天策 因为在那里 有他的政策 你也可以拼手 背甲 穿下 但是台湾人民 有意识的人台湾国民党在这里 还有做一条 什么 教育普及 我们都有受教育 我们都能收 所以这个改革的这个成果 它不是一天两天 要看这个未来五年十年 二十年之后的 像这个9月的说法 满意度掉到13% 不是为了改革 是他乱搞 对 是他不晓得怎么去改革 他根本没有中心思想 我一再强调 你要知道你目标在哪里 你不能乱做乱跑 要不然这个就是会害了国家 害了社会 人民曾经给马英九一个机会 马英九其实他第一届的时候 他满意度就掉下来了 所以他选年人会选得很辛苦 但是总统大选结束的时候 在去年2012年的2月 马英九的民调 他满意度是高于不满意度 那时候他提名乘充当行政院长 乘充的满意度是超过50% 人民给他机会 那个时候谁敢出来游行 不会 那个时候谁敢提罢免 那个时候人民是希望说 选举的动乱赶快停止 你赶快来做事情 你这个政府赶快 实现你的政治承诺 结果没有 所以他会掉下来 不是在一党骂他 在一党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俊仙也某种程度 就是在这个选 去年的这个选举一任的时候 马英九在中间的民调是低的 但是重点又是 在民调低的时候 一到选总统民众 还是在两者比较之下 所以这也是一个情况 我简单一句话回应就好了 我觉得马英九在改革的时候 他的改革的团队 改革的能力 他的说服力 他的沟通 他的节奏 都是有检讨的必要 是必须要改进 有改进的空间的 但是在野党也必须要去反省 如果在野党在改革的过程里面 你不是采取 欲动灌水 见风杀针的一个方式 怎么会使得整个改革的方向到最后 产生的一个模模糊糊的民族 我问你你要争取人民的理解 对 要争取到人民的理解跟支持 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马英九 为什么支持度这么低迷 当然一个背景 基本背景就是不景气 但不景气也顶多掉到35% 怎么会掉到13% 这个就跟改革有关 现在大家讨论的改革的手法 到底有没有细腻 手腕是不是好 五大案 我跟你讲美牛案 再过一点时间 现在都可以下结论了 美牛案是没有什么错的 民进党是揍得过火 那马英九团队奔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反对党这种 打游击 打撤壕站 这种全面骚倒 其实他力量没有你的大 但是没有办法把他压制 或把他疏倒 所以美牛案没有错 油价 我跟你讲油价 后来 今年以后 油业延进来了以后 这个价钱会一路往下降 大家再回头看 这个油价的机制是对的 我跟你讲再过一年 民进党不敢讲油价调整是错的 电价还在一个大的问号 为什么 电价在年底上轨以后 上轨之前 一定要把台电好好的改到 让大家伏计 那讲正所税 我跟你讲正所税 先有再好是没有错的 虽然那个是很烂 但是烂的包括赖斯堡 包括蔡正元 是自己的人把他搞烂的 我跟你讲将来景气回来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到的 两年后赫斯科税 赫斯科税没有什么错 但是8500年的门槛太高 那最后一点来二代健保 二代健保 我想在马英九卸人之前 会废掉 会取代另外一个三代健保 所以你要回头上 马英九给大家印象 其实是Q1 技术汉汉汉汉 是不是如此 马上再回来 涛新闻您来观察 真的 我不必 我们来涛新闻您来做这个判断 马英九的这个整个跟所有的任何 全世界的政治领袖 在寻求第二任之后 那么是不是都要做历史定位 但是马总统的历史定位 已经算失败了 我们就在现场有一场这个辩论了 陈富雄先生讲说 这个恐怕言之过早 这个成或者是败 那么我们在现场民进党发言人说 这不是改革 是这个乱搞 这是民党的这个说法 不过现在是纯粹的是一个政治的手段 这个问题还是民众是没有办法看得到 他的这个愿景跟这个希望 你说大选的时候 马英九民党有够多了 还赢了八十万票 所以台湾人民是这样心肯定一切 改革这里跟探户的 毕竟是有差别的 对 探户的时候比较多 但是到要决定的时候 他心肯定知道要回来什么 但是改革的过程 只靠一个总统 带在头前 在冲还是不够 这个劣告有减特的比例吗 当然有啊 杰亚党如果说纯粹 拿着一个部阁 他没有改革的评励 对总统对不对 这部阁的修正就是什么 没有第一次世界理学生的决心 就是说总统一定要把改革工作做得好 他不是他要跟国律 立法委员的什么地方 他本身没有必须改革的决心 那这种部阁的修正 适当的时间 可以调整一下 如果说纯粹 这个改革的工作推动 对年金推动 部阁修正有抗计 特别是有不同的意见 提出一头的说明 如果没有 你就是要弄掉 因为你若是总统改革 你就是勇敢 为你的政策和人民 选择 人家说的清楚 台湾人民要清楚说 原来你政府是要把我们 带队东西南北 我清楚了 我不想要算得及其次力 部阁修正如果不敢为他的政策捍卫和贬佛 当然要 你做什么不意义 你的历史定位就比马总统 比较做得最失败 对不对 所以不能跟总统对求历史定位 你们这些努力 丹充议党你所担担担担这些努力 大家都要有同样的决心 这样才会成功 这个刚刚才有起到说 为什么一个贪污的 居然比一个改革者民调还高 我看民调的高低 他的因素非常之多 人民在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时候 贪污不是唯一的理由 而且那时候 那时候扁案正在发生当中 那并没有定义 所以有一些只是传闻 所以民众还没有下最后的判断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以一个总统你连任了 而且才干一年不到 就可以低到这种13% 这真的是史上所警戒 而且不要侮辱人民的智慧 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你讲了一大堆理由 这都是好像他很有远见 他很有决心 他其实是个好的 都是人家误解他 不是 因为人民在这段期间 是他们看不看手了 看他所作所为 是他们看不看手了 而且包括什么 包括他经常 他的民调 他的People's民调 从2008开始 一个青年 一个是偏经济 请问哪一件做好了 青年现在破产了 青年现在11%的崩壁 大家都知道 你那个青年的大旗 原来国民党的整个地方的结构 整个都没有变 等于沈副雄会提了很多 都没有变 青年变成你那些人大摊大屋的 这种遮羞布 那块大旗变成遮羞布了 经济搞成怎么样 2012为什么人民会特别不原谅 你知道吗 2012按照我们的主计处 在2011年底对全世界各国 2012的这种估计都对 只有对我们 我们下修了N次 就是 好 那个是谁造成的 大家真的好好想这一点 谁造成的 是跨不跨跨吗 不 去年是 我们去年整个国际的经济的变化 不是只有台湾的主计处 不断的把成长率的预设下修 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当然这个下修的结果 经济情况的差 会使民众感觉到心里不准 心里不准对于改变 他们自然就会反弹 但是改革毕竟不能看一时 改革要看一段时间 他改革的成效才会出来 那我请问你 你年金制度不改革的话 那这些社会保险全部都破产了 谁面对 其实马英九是笨 马英九如果说现在不改革 自己患得了高层无忧 民调也很高啊 然后丢给下面的执政者 下面执政者要承受这个后果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 其实马团队缺少说服的能力 你应该把整个改革的理想 改革的困难 改革的苦 要让民众知道 因为年金的改革有动 你有没有注意 陈冲的声望往上升 你去注意看看 那是股票的市场 那是股市场 那台湾经济 台湾经济其实好转 那么整个是我们这边强调一点 到目前为止的这个状况 如果是性行萧条的话 那是经济好转也没什么用处 是不是这样 我先回应谢龙介 谢龙介他刚才讲说 总统一个人往前带领不够 还有清廉好像这个招牌也有点失灵 其实他归根究底 我们等一下会碰到就是地方 我跟你讲地方国民党的弊病 太深了 马英九一个人实在动不了 怎么动 你看我上个礼拜 我在这里有讲过 国民党碰到选举的时候提名 他如果提名操守没问题 完全干净的一定输 但是如果提名那些有争议的 也许会贪的 也许会买票的 还有赢的希望 你看一个主席碰到这种场面 他还有什么办法 所以国民党的真的病 地方比中央严重 但是我在这里也必须劝马英九的总统 他实在没有把总统这位置做得好 你看他实在是很没用的 全面全烈 无垂时都没用 一只一只八分 头脚乱吵 但是他实在忽略了 他的官邸 他的总统府 他手上可以派用的人 他这个可以行使的职权 他的资源是多到不可想象 这一点阿扁比他厉害一百倍 那总统在这方面其实是要 稍微稍微动一下 感觉马上回来 但是不不 他也许个性没有想到 但是他周边怎么没有一个人 可以帮他想到 民众不管你是谁 我没有感受到就是没感受到 对 实在是这样 但是沈大拉所讲说 马总统有很多潜力 他刚好就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一百多年来 把潜力把他紧收最小的 他就是这样就有节制 一百年来把潜力弄最大了 可能就是阿扁 阿扁把他弄最大 但是我要讲 就是说我们历史 我们可以选择原谅 但是不能选择遗忘 大家讲那么多 说马上就没有中心思想 蔡英文 蔡英文当行政院会院长 跑去看核四工地 要求赶快赶工 人家告诉他功能不够 他还去找劳委会李应元 说给我350个劳工 那时候是要求港工 历史不应该遗忘 中心思想在哪里 现在是缓和 苏贞昌任内要盖国光石化 大投资大温暖是他的口号 现在带动全民进党大家来反对 到底在什么时候讲的是真的 所以我讲历史不应该遗忘 我们可以原谅 我们稍后再回来 目前在台中的这一场 立委的补选的战役 民党已经拉高为一个 这个总统格局的对决 而且说这是霸立委 跟霸总统的首战 那么稍后我们也会 这个卫星连线在现场的 颜清彪先生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关注 刚才重点谈到的是 马英九的这所谓的 追求历史定位 但是是失败的嘛 我们在现场有不同的一些的解读 跟这个辩论 那么接下来 其实在这个中台湾的立委的选战 那么不选 那么目前民进党已经拉提纲上道说 这是总统规格的选战 而且这是霸立委 霸总统的一个选战 这首次的这种战役 一定要成功也会成功 其实在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如此 决言先生 其实因为全国只有这里在选举 而且是国会议员的选举 那当然民进党会尽全力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 这个氛围刚好也在 113的火大游行之后 对民进党来讲 国会增加一级 那就是不得了了 所以民进党当然是请全党之力 我们每一位的所谓的党内领导者 先是动员到县市长 甚至到立委党团 我为什么认为说 这等于是一个 这个蓝绿政党的这个对决 而且是检验 那么是不是在未来 包括2014 2016的一个牵巢战 是这样子吗 因为你对整个选举来讲 中台湾是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一共有8席立委 民进党是3比5 这一席拉下来就4比4了 而且是整个气势的消长 我想一定这一席 国民党不也是抢这一席吗 要不然为什么国民党会 不敢提名而去征召 而去提名那个颜宽衡呢 提名了怎么还不敢提名呢 国民党提名 就是说国民党的考量 他还是迷信所谓的地方司令 可以来胜选嘛 对 对不对 要不然坦白讲 过去严家在中台湾这个选区 也是长期以来 国民党的礼绕 包括上一次 袁清彪先生在监狱服刑的时候 缺席参选 国民党还是不敢提名嘛 还是让他来当选嘛 对 那以这次来讲的话 坦白讲 国民党如果提名 会是另外一种状况 如果说 假设啦 因为提名 假设说颜家也参选 重使分裂 让民进党得力来当选 但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 我认为 马英九甚至于会得到一个掌声啦 但由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啦 马英九把青年改革挂在嘴边 那由这场选举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马英九去提名什么样的人选 我们在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现场是 颜青彪先生 我们稍后跟他也是用这个卫星连线 稍后再请教颜青彪先生 这是不是场这个政党的这个对决 是一场是非的大战 不过再请教颜青彪之前 請问 我请问民进党在台名澃英文党 未见大会的奖位 他不是专野派的 那边都是专业的 那里都不是专业的 死人都这样 啦 共同一样贴professors 但不是都拿 John of the school 我们的王子 寬風還是寒嬌有關係 他有全科女 對不對 他說提名你不要 你就是最好用這個做策劃你也策劃 好漢 剛才請教 台灣人說說 青梅在顧甘孔 用核的啦 不然看來什麼好啊 你會核 核說 他一青梅你 沒有在看你 當作有人來淘汰你 好啊用核的 什麼人 人喔 喔 你買票喔 用這個跟我 牛球的手段 在頭當中要出了一個少年家 對不對 對不對 尊責他們爸爸過去有案件 他也受罪犯 發出制裁了 他去制裁一個新人 跟說你犯罪 你兒子就有怎麼犯罪嗎 你有問題 你兒子就有問題嗎 你沒聽到台灣人說 搬得出好順 好得就出古論 對不對 那你可以用這個 一個政治在玩 不然就把一個 年輕人你跟牛球 跟我黑了 你就得到什麼 你敢這樣就贏了嗎 是 這個馬英九喔 在國民黨的竄起 他跟國民黨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已是反黑金 反地方派系起家的 你怕他所作所為 去不提名 他的袁寬恆 也是剛加入國民黨不久 而且他所代表的 其實就是顏清標 顏清標是怎樣的屬性 在地方早就有公論 在全國也早就有公論 這我們就不去提他 你這個是不是跟你的這種 大是大非大原則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各黨都有地方勢力 可是你必須承認 國民黨的地方勢力 絕對是比民進黨嚴重了很多 對不對 你不斷的在跟這些 這些地方派系妥協的結果 就是你那個青年的這種招牌 這已經破產了 就我剛才講了 他變成一塊遮羞布而已 只是讓地方派系更不斷的 在你這個青年的招牌之下 更不斷的這樣做大而已 所以民主政治 我一向相信 民主政治 尤其選舉 大環境 大氣氛很重要 民主的發展很規律 各國都一樣 他這個就是地方派系 要漸漸的視為 但是我們視為的太慢了 而且不但沒有視為 在很多地方還以為 問題是一支的標準是 這個東西 今天你提名官方 這就是地方派系視為 就是怎麼樣 國民黨撲手 就是地方派系改革 國民黨在改革 台灣政治要改革 地方派系 我們也希望他改革 改革之後 對突色的 可以怕來白色的 這是台灣人的福氣 對不對 韜韜 我聽不下去了 大家 大家剛才講的 似乎就把地方派系 等同於 黑暗的勢力 暗黑勢力 地方派系不是一個 暗黑勢力的代名詞 地方勢力有好有壞 地方裡面有非常熱心服務的大佬 然後大佬 兒子 孫子 陸續的服務下去 就構成了一個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不是代表一個 不好的地方 暗黑勢力的代名詞 地方派系有好有壞 你不能把地方派系 一桿子全部打落說 一桿地方派系都是壞的 那個莊委員是來自新北市 新北市沒有地方勢力嗎 凌駿線發言人是來自台南 台南沒有地方派系嗎 你覺得地方派系都是不好的嗎 我們其實應該讓地方派系 能夠在地方做一些好的服務 閻光衡的爸爸 剛才就說 派點誰好順 閻清彪是我的好朋友 我在立法院觀察了他十幾年 誰說他是派點啊 他也是好點啊 他也是個他為什麼在地方上 會有這麼高的聲望 為什麼那麼多人 無條件的支持閻清彪 就是因為閻清彪本身 非常熱心在多地方服務 你不能忽視很多 地方型的立法委員 地方型的立法委員 他本身在地方雜根的聲 服務得好 口碑好 稍後請教這個閻清彪先生 是不是提名 他的這個兒子 閻寬恆就是無事無非 這點在之前 申委員可以回答 不是 是這樣你剛剛還講說 這是一個總統規格的選擇 不見得我們能夠完全畫等號 我覺得不見得是 但是如果這個民進黨贏了 這個對2016總統選舉的影響 是一路不下去的 超過2014 對 國民黨當然因為 顏家也不太歡迎這個馬英九 那其他的可能的 未來的總統候選人 像朱立倫 朱立倫下去好像也沒有了 所以這個完全是不對等的 但是我們必須講 顏家是經過一番盤算的 他其實也腦筋也滿精明的 他參加國民黨 就讓你國民黨沒有辦法 就不變提名 提了也不對 不提也給你們笑 這個制度上顏寬恒就是說 他需要就是說讓國民黨不提 但是國民黨不要來攪局 他這個選戰就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認為這個跟總統的選舉的關係 還是稍微淡一點 這個跟民進黨火大遊行之後 說要一連串的罷免立委 是關係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是因為原來的立委 沒有了 跟有罷免的手在 所以這個如果贏了的話 這個等於是一連串 未來罷免立委的第一槍 所以他的效應不能小看 還有我要強調的一點 這不管剛剛邱毅 用多少言辭去美化所謂的派系 今天派系當然有好有壞 但總體來講在台灣的心目中 是心知肚明的 民進黨這十幾年來 二十年來 對台灣最大的成就 不要講貢獻 就從屏東一路上來 已經來到雲林了 嘉義當然是因為招想納判 這是打個折扣 要不然謝龍俊不會放過我 嘉義是招想納判的 但是一路來到雲林 平常講是把國民黨 原先從李登輝時代 豢養的一群 這個品質有問題的派系 徹底的打破 這一點是對台灣地方自治 很大的貢獻 我有一句話就好 其實民進黨在南台灣綠化的結果是 用新的派系 取代了國民黨過去的派系而已 都叫派系 不過我直接請教 這個在台中現場的前立委 顏金標先生 剛才在現場民進黨發言人也說 那麼提名顏寬恆 就是一個無是無非的國民黨的狀況 您的回應是 金標先生 陶哥 現場有五位民主的三是我的禮販議的老董事 董哥跟林俊宣發言人不是以我 我想 在問前的方向 我是以人為本 這個選舉是實時的朋友才是應援的 我比較抱歉我都拼了手聲 你說民進黨就不拼了 民進黨我不是不平衛 但是選舉 整選舉 這個地方的選舉 是沒有說選舉的立法委員 站在跟我們地方的服務 我來協助 個市的鄉頂頂 現在是說已經管制學平 在那裡說說修法維發 再來就是說最重要的就是說 改善民生問題 交通問題 頂頂 你說 民進黨在在執政的時候 五年五千億會建設經費 原本也沒有騙在台中 我跟這個 這是尤其坤反映了 跟劉思芳、林欣立張省生 聊以大意 拜託他說這個 統一行見 然後 五年五千億的 這個預算書都沒有幾個 拿來武當黨團 我會把他投投去了 三月的時候 現在五年五千 你民進黨那一句就沒有給我們下落了 經過我去正處下落了 你們現在 有台天王現在都跳來加你的馬 嚴謹先生 我們稍後回來 2100全面開獎 要這個在地方上 那麼有人問說你想傳承 那麼為什麼傳承 憑什麼傳承 那麼民進黨直接老當的指出來說 傳承的話是靠霸足 稍後回來 2100全面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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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全面開獎